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药保湿伊贝斯冠名播出的伊贝斯纯积水 纯净保湿 实时水嫩 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酸奶就喝 俊乐宝长知识了 本节目由俊乐宝长知识了 知识酸奶特约播出 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 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左岩老师 欢迎 华一嘉信的高级副总裁 几位老师 欢迎 著名的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 欢迎 葡萄老师 欢迎 了解一下今天第一队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交往一年多了 但我慢慢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偏执的人 我觉得他太自私了 他的一些行为总是伤害到我 跟他相处的过程中我非常没有安全感 我希望他也能够多考虑我的感受 他太幼稚了 我们的未来根本看不到任何希望 我也渴望被爱 被照顾 而不是总护护着他 这一段感情中 我真的感觉很累 我为这段感情付出了很多 可总是得不到你的重视 希望我们能为彼此多做些改变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裴二十二岁 来自河北学生 女嘉宾小张二十三岁 来自河北学生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你好 好 一脸委屈 对 我觉得我是挺委屈的 是挺委屈的 谁追的谁 我追的他 追了多久 追了差不多有一个月了 我以为你追了十年的 你委屈 但是后来我感觉我对我女朋友的爱 都被他当成小孩子的儿戏 他这个人真的非常地偏执 我真的非常受不了他这一点 咱举例说明好不好 怎么把你再当儿戏的 就比如他是学画画的吧 会代课 但是他也会和那些男同事单独吃饭 这我就很受不了 单独跟一个男同事吃 还是很多人在一起吃 就有时候是单独去吃 有时候就很多人就是一块去吃 看就是说情况下班早下班晚 就是很正当的关系 你解决问题的时候 你就是能不能像一个大人一样 他是咋解决的 他跟人家发短信 你离我女朋友远一点 不然咱们出来约假 人家都不敢跟我说话 我现在在那儿就非常尴尬 行行行 不吃饭也不至于 但是那个发的也欠考虑 还有别的吗 有啊 就是我考研之前吧 我就回我们家那边找一个学长 问问人家一些考研的经验 人家挺热情的对我 你说你找学长问经验就算了 为什么还有他请你吃饭 还看电影 一边说一边吃这不很正常吗 这是看电影吗 这是看电影了 但是旁边还有一个学妹 那你跟那个学妹看不就行了 为什么还要和学长看 那三个人都在一块呢 那你好意思把谁哄回去了 咱俩才一共看没几次 但是我们就是聚一聚 没有什么事 如果真的跟学长有什么能怕 我搞那么大一电灯炮在旁边 我有意思 自己都说那是电灯炮 不是你说你这么无力去闹吗 这事你怎么知道的 兄弟 我是后来问他的 把事情一五一十都跟我说了 对啊 我现在又回 我会一五一十地说吗 然后你又给学长发短信约假啦 这回他没有 但是我就是很生气 而且你后来你 你可好了你 你非得让我理你 你在我公众号骂我 你什么意思啊你 啥意思 他在我一个公众号骂我 就是我自己有一个个人的公众号 骂你啥呢 骂我行为不检点 什么那些不好听的词 全往我头上扣了 是这样主持人 因为他当天一天都没有理我 只回我一条短信 我打电话他也不接 我只能去他公众号搞点事情 我也跟你道歉了呀 不是 你怎么道的歉啊 当时我也觉得自己做的不对 确实有点过火 我女朋友约出来跟他道歉 当时我还情绪有点激动 我还哭了 他每回就是这样 对我又对他极度失望的时候 他就为态度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百依百顺的言听即从的 而且还什么都说自己错了 就这次你还原谅他啦 那天晚上他在我宿舍楼底下 他等了很久 然后下来之后就是说 他有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的 我真的觉得男人有泪不清残 你想我真的 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一个男的 就是说那么着哭过 那天晚上吧 他就给我带了二十串烧烤过来 我觉得 就二十串烧烤啊 就白骂啦 不是 我就觉得他那个态度吧 挺好的吧 就当时 我就觉得他可能会改 但是后来吧 他不仅不改 他就还变本加厉 还干嘛啦 从那以后吧 就是我手机他经常翻 我包他也经常翻 手机通讯录啊 他还要拷贝一份 问我谁是男的 谁是女的 我觉得我女朋友她挺漂亮的 还很优秀 我很喜欢她 而且就现在吧 我们学校还有很多男生都追她 所以我感觉很不放心她 那只是你自己个人的想法 但是现实它真的不是这样的 还有什么事跟你闹过姑娘 就是有一次 我们就是学生会的 就是说去聚个会 然后那天晚上聚完会 已经不早了 我一个异性朋友 他就是 异性朋友 主持人 他管他前男友叫异性朋友 那本来就是异性朋友 你为什么不直接说是前男友 那本来就是异性朋友啊 那分手以后 不就是一个异性朋友的状态吗 那是怎样 前男友你为什么不断联系 我根本就没有 就是说刻意地去联系 那你怎么不把他联系方式给杀了 懒得杀不行吗呢 那为什么还要让他接你 我没让他接我 我只是搭他的一个顺送车而已 你自己直接叫一个丁丁不行吗 我手旁边有方便 我麻烦吗 那你让我接你可以吗 都那么晚了 就是说我让你 前男友送你是吧 对 然后呢发生了什么 他跟我吵架呀 而且就是吵得特别凶 公共场合就对我成样的 什么公共场合这次 就是说很多人嘛 在学校 在一个桥上 然后还摔我杯子 我当时确实情绪有点波动嘛 但是我后来 我又给你买了个新的 我在乎的是那一个杯子嘛 我在乎的是就是你对我的态度行嘛 我虽然每次都跟你大吵大闹 但我也没有对你做什么 没有做什么你觉得这样就是你吓到我了 你觉得这样你做的还不够嘛 而且你不一直都说我 你关心我 你担心我 你怕我出问题 那那天你怎么不送我回寝室啊 就是吵外架那边 我当时我还生气 我还想让你给我道歉 我做了做啥了我给你道歉 这次哭没哭啊 道歉的时候 没有没有 这次买串没有啊 也没有 那你怎么就原谅他了呢 他就是劈腿了吧 谁劈腿 他劈腿了 他就是跟一个追了他很久的一个小学妹好上了 等于他给你泼完脏水之后 他跟别人好了 对 我当时也不是真的和他好上 我只是为了气息他报复他 不是 报复什么呢 因为他之前一行朋友有很多 而且他和他们忙的时候也不理我 我就想让他尝尝我当时是什么感受 而且我觉得 这个学妹他一直追我 让我感觉我挺有尊严的 对你就觉得你特别有尊严是吧 你的英雄主义终于可以了是吧 之前也没有让我感觉有尊严啊 不是 然后呢 然后呢 说这学妹 其实我们也就是逢场作戏 我真的不是和他好上了 那学妹我见过 他长得没我好看的 什么都不如我 除了撒娇卖萌 还会干啥呢 但我还是也是为了你啊 我后来还是和他分了呀 分了 对 分了 你不知道逢场作戏 还有分不分的 我当时是为了做得真一点了 那你怎么后来 怎么跟那学妹说 那可是喜欢你的学妹啊 你利用人家多卑鄙啊 当时确实我可能 而且我跟你说 他真的很不负责任 那学妹就觉得好像就是说 因为我 然后才跟他分手一样 那学妹好几次闹到我宿舍 你知道吗 在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啊 你为了我 你为我的生活增添了多少困扰 这幕戏演到这儿就应该和睦了吧 就来这儿了吧 不是 后面还有故事吗 有 还有比这更刺激的吗 刺激着呢 就是他求我不和那时候吧 哎呀我的妈呀 说叫我出来吃个饭 说跟我说 把这事情说清楚就算了 咱们好聚好散 那我听 这不错 这孩子终于长大了好了 结果出来呢 你看 最近我没想到的事情 我觉得这一个男的 他该要点脸 你说是不是 对 然后就 大街上就扑通一下 给我跪地上了 还抱着我腿 你知不知道 当时那么多人都看着我 生怕知道别人 知道我长啥样 你知道吗 当时还不是为了挽留你吗 当时我也不知道 还有什么好的办法 只能跪下了 你是挽留住了 可是你觉得 有感情吗咱们 不是没感情 你干嘛跟他复合呀 丫头 我不想跟他复合呀 不复合怎么办 不复合不起来 抱着我腿不起来 我生怕我裤子被他抓掉了 那你就跟他说了复合 回去不理他 不就完了吗 不理行吗 这一整天的 他就这么个人 什么事就是说 以自己就是想法为主 不管我怎么样 所以那个学妹呢 就跟他说清楚 我喜欢的还是 我之前 学妹很伤心后来 总是发一些什么 比较忧伤的朋友圈 我都害怕那孩子出问题 你怎么老是孩子孩子的 这也是孩子是吧 对 他就是个孩子 他总是认为我长不大 就是长不大呀 他们俩的恋爱谈的 我的天 你多大呀 我今年二十三了 他二十二嘛 但是他心理年龄就是小 你就喜欢小的是吧 不是 我看你特别享受嘛 不享受啊 我现在这个状态 已经是接近崩溃了 我不享受 刚才说要考研还考吗 我考上了已经 那你呢 我不考研 那就毕业之后咋弄啊 就这个状态 主持人 我对我的未来 还是有规划的 我喜欢唱歌 我将来想去南方发展 多个助唱 对对 你说你唱歌这事了 你去参加个校园歌手比赛 你都不跟我商量 满世界的吹牛 说你女朋友 要去给你送花去 然后我有时间吗 我当时在忙我的毕业论文 就忙得连送花的时间都没有 对 我就是没有那个时间 可是我当天不是也去看了你吗 你都看我了 你就没有送花的时间 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 我不喜欢这种 泡车露面的事情 但你知道我为那次比赛 做了多少准备吗 我好不容易进决赛 我在那准备了一首歌 就是为你准备的 是 我知道你不容易 但是后来这件事 我不是也跟你道歉了吗 而且我都跟你说了 以后你再有这样的活动啊什么的 我一定参与 主持人 他每次跟我道歉 都是感觉在敷衍我一样 并不是真心实意在道歉 这就是你一直就是说 跟我耍脾气的理由啊你 行 这事不都过了吗 说也没钱的事 你要去南方发展 你读研是吧 对 所以你们俩就可以 因为异地而自然地分开了 是吧 主要不是因为这个 因为我觉得就是生活 真的一点都不安逸 不是就是说玩玩就过去 我觉得他真的对未来 一点都没有打算他 有啊 我喜欢唱歌 我将来想去南方做读唱嘛 这就是我的未来规划 行 你就做你的歌手去呗 你是干嘛读研是吧 是 我是读研 但是我觉得就是他这个梦想 一个是他梦想不靠谱 另外一个他真的不努力 所以你们今天来干嘛来了 我今天想跟他 就是快点结束这段把情 因为我受不了他这样 不想和他结束 我想挽留他 去做歌手去呗 但我也舍不得我女朋友了 我舍得你 没事 人家不就要跟你分了吗 听明白没有孩子 我想让他和我一块去南方发展 人家得读研究生啊 那你在那读研究生 你以后毕业了 也可以去南方发展吗 我说了最主要的一点 就是我希望就是 我的男朋友能理解我 能好好爱我 能让我活得轻松一点 而不是就是 像个小男孩一样 一整天给我耍皮 让我哄 我就差给你买糖了 不是 你就不能直接告诉他 你就不喜欢他 不爱他 不爱他 我说了呀 就已经说了很多遍了 那说过还 还要干嘛呀 但我还是不死心 不是 你想怎地就死心了呢 兄弟 你说 我就想带他来这个节目 挽留他 他们说你听吗 你确定听啊 听 我听 你们好好地说啊 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小培啊 一把鼻涕 一把泪 一言不合 抱大腿 小张 前男友现同事 学长学妹看电影 你们俩半斤对八两 谁也不用说谁 你刚才一直在问 你说我就是 上了前男友的车 然后让你看见了 我做错了什么 我告诉你做错了什么 你做错了车 但是前男友的车 不是单纯的一星朋友 你们有曾经的过往 有曾经的故事 或许在他的脑海当中 还在车上 有一些曾经的画面 包括跟男同事吃饭 跟你的学长看电影 可能你们真的没有 更实质性的东西 但是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我们看来 当自己有一个男朋友的时候 这些和异性的举动 就算是稍微过分的亲近 这是你的问题 他的问题呢 你就是一个 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情绪的人 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情绪的人 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感 乃至控制自己的人生的 失控了以后 我在痛哭流涕 我在苦苦哀求 你做错了什么 你可能自己当下都没有意识到 我特别想问 小学妹做错了什么 你们都是自私的人 自私的只顾自己的情感 自私的只想自己的诉求 那小学妹才是真正的 受伤害的人吧 喜欢你那么久 追求你那么久 让你用来当做道具 而作为你们的情感 你们的未来 不是要读研究生吗 去北方啊 读研究生 你可以走得更远 你不是要去唱歌吗 去南方啊 唱你的歌 你可以飞得更高 你们两个一南一北 勞艳分飞 不合适就说分手 祝你们各自幸福 谢谢 你们两个谈了多久 一年多久了 一年多久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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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咱们 但是远不及我对我女朋友的爱 遜不及 所以有的时候呀 在爱情的世界当中 我们就不要老是给自己做一个人设 然后自我感动 做人一定要善良 明白吗 无论对小学妹还是对她 对女生我想说的就是 如果你觉得一个男生幼稚的话 那证明你打心眼里 你就不喜欢这种类型的男生 如果两个人都觉得这段感情 变成我们两个人相互消耗了 然后两个人日渐都走下坡路 会觉得很累的话 那这个感情一定是一段 不健康的感情 那就及时止损 所以在一段爱情当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很重要 祝你们幸福 谢谢 谢谢莎达老师 来 附老师 如果不是你的友谊纵容 他怎么可能恃宠而骄啊 就你每次你都是嬉皮笑脸地 跟他说一些有关于底线的问题吗 所以他不会把你所有的言语 很郑重地来对待吗 一开始觉得不足为虑 后来发现甩不掉了 跟狗皮膏药一样 你愿意被别人当成狗皮膏药吗 我发现你们俩之间 是一个互相激励的关系 本来他想做男人 你一次又一次地宠爱说 你就是个孩子 他就干脆把自己当孩子 因为当孩子可以任性吗 一会儿你想享受人家当孩子 再跟你撒娇 跟你依赖 一会儿你要让人成熟 成为一个男人有支撑 这怎么可以的呢 我说实在话 你和所以迷恋他 我觉得是因为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你所有的行为没有一件 是让我们感觉到你是爱他的 所以 毕业分手 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母爱就是渐行渐远的分离 第一次分离是生理的分离 就是分娩把他生下来 第二次分离就是人格独立 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分离和照顾都是母亲在儿子身上 必须完成的两次任务 所以你今天在六十秒的时候 不要再嬉皮笑脸 你正儿八经地跟他说 你此时此刻真实地感受 也拜托你六十秒的时候 像个男人一样听别人说完 别人说要分 咱就不要再贴着往上走 咱有点自尊 能做到吗 就这样 好 谢谢陀老师 分手分干净嘛 舍不得归舍不得 其实现实已经逼着你们 就得分了 因为你们的梦不在一个地方 其实他的规划里哪里有你嘛 不过你主导这段关系的话 麻烦你用一个最真诚的态度 去面对他 既然你觉得他不成熟 你是成熟的 其实我看你更不成熟 因为如果一个成熟而独立的女性 她做的任何一件事情 只要这件事情做了 是不可能再回头的 踏踏实实地啊 去追自己的梦 回去以后给学妹道个歉 好吗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多远就把我脚的олог ú 都抑下来 我保护了 完成了 真的 还不完美 去死住 你 绘 十五十秒 我 是 感谢观看 男生先说 我带来的是播片 因为我之前很喜欢弹吉他 但我总是忘了带播片 所以我女朋友就会给我准备 很多播片 而且之前我们感情好的时候 她就是会把播片穿个孔 然后带到自己的耳朵上 我觉得当时她真的是特别喜欢我 特别在意我 姑娘你那是什么呀 你看这播片一来又波动新鲜了吧 我带的是个花露水吧 因为我这个人是过敏体质 蚊虫叮咬我的话 我就是说 比如说叮咬我胳膊吧 我胳膊就会整个粗一圈 跟她在一起那段时间吧 她就每次都帮我带着 帮我背着 然后我就是想让她记住 她理智的时候吧 没有说对我好过的时候 行 听明白了 谢谢两妹啊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来看看最终她们的选择 挺好的 来吧 还有话说吗 其实我挺不服的主持人 我认为她来这个节目的目的 是为了解决这个矛盾 然后是不想和我分开 不服啥呀 不服她走了 对 我没想到她 我认为她会往流的 就是成年人 有两个标准 第一是为自己的所有行为负责 第二叫认 所谓认是什么 我努力过了一切结果 我必须接受 但是你还年轻哈 当时生命的一刻 学着接受 好吗 谢谢你 来 请回 到底什么是真爱呢 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吧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份 自己的真爱 祝你爱有所得 我记得 好